229 《蘋果日報》 內地客買豪宅新盤回升 2015年7月15日地產樓盤 B02 首季數字 今年上半年A股狂牛 內地富豪身家暴漲 部分資金選擇來港買樓 據資料顯示,首季內地個人買家佔新盤豪宅成交比例子跌回升 為除內地股市大幅波動,市場人士預期下半年 內地買家數字會出現明顯下滑 中原研究部高級聯席董事王梁星子 2015年第一季成交價1200萬元或以上的物業中 以內地並名或住址登記的內地個人買家佔中數19.6% 按計增加百分之一,而佔金額方面亦由百分之二十二點七輕微上升至百分之二十三 而首豪宅方面,內地客佔金額比例連續三個季度下降後首次回升 佔百分之六點九,按計微升百分之零點八 當中火炭魚龍山數量最多 首季六四中內地客入市,涉支約零點六一億元 黃梁星表示,雖然有,將顯示內地資金開始流入香港豪宅市場 為內地客佔整體豪宅交投仍然處於歷史谷底 首季佔中數比例百分之十一點六,佔金額百分之十三點八 而且除皮股大幅調整,預期下半年內地豪宅買家會明顯下降 翻查資料,今年首季出現多宗內地客大首數新盤的個案 例如前內地女首富,九龍子葉2689董事長張恩及家族成員 以近3.7億元素白石各日龍灣條旗十火,港島區新盤 亦受內地客青來,西環圍港風有如三成買家屬外地客 年初有內地客以3,300萬元購入堅尼地城加多近山兩火高層單位 成員的限定